我们要跑的是豆瓣电视上锁的电视锯的信息 我们点一下电视这个按钮 我们会发现在它下面有一对电视的分类 对吧 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以每锯为例 点一下它 点一下它 然后数据就出来了 我们也非常清楚 我们要数呢其实就在这个items里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写一下items 过滤一下 那这个小的方框从哪出来呢 是我们点一下node之后出来的 对不对 比如过滤的意思 那么就再往下翻 再往下翻 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地方urg的规律 其实非常明显 就是开始是0 对不对 4大是0 然后呢变成了18 变成18 那么刚刚看这个同学写的代码呢 我们会发现 在它写的代码里面呢 它的count呢是这样一个50 对吧 我们其实可以发现 这个count可以自己定义的 最大是50 我们写成100 它一直每次返回50条数据 对吧 当我们希望 尽可能少的请求 把所有数据拿到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count 改得更大一些 当然呢 默计情况下18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多发生的请求而已 这是这样一个urg的规律 然后呢 urg的规律找到之后呢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在这urg中 有很多参数呢 我们是不需要的 比如说call bug等于jason 对吧 比如说最后面这一段内容 也是不需要的 比如说 这个os等于什么 for mobile等于什么 也是都可以不用的 对吧 所以说呢 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呢 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一个阶层字部串 在标准阶层字部串里面呢 我们想到数据 是在subject connection items中的 对不对 在它中间呢 是一个一个的字典 这每一个字典呢 代表的都是一部电视剧的信息 当前这是美剧这个分类 毫不疑问在 英剧在国产剧里面 分类应该都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都是在这样一个subject connection items里面 到时候我们把它提出来 就可以了 然后再实现一下保存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前面也讲过 这里有个total字段 对不对 total字段 表着是当前这个分类 一共有多少阶级 对不对 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判断 是否有 当我们数据比较小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来判断一下 判断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构造下来的URG值 当我们当前已经 爬过数据量比较大的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知道 不应该再去构造下来URG值了 对不对 那当然呢 除了用它来判断之外 我们还可以干什么 通过什么判断呀 是不是可以通过 它这个列表的长度来判断呀 如果这个列表的长度 正常情况下它一共18条 它比18条要小 那说明它已经没有下页了 对不对 我们就不应该再构造下来URG值 不应该再请求了 如果它还有下一页 那就会说明当前这个地方 长度是等于18的 对不对 那通过刚刚的我们分析呢 我们来写一下这个程序 我们先建一个py文件 01 豆瓣 Spider 然后呢 我们import一下 request import之前还先定一个类 叫豆瓣 Spider 比如说之前一样 引用的方法 先写上 定一个run方法 这是实现主要逻辑 然后呢 我们写下我们的思路 首先第一步应该干什么呀 我们是应该准备一个 start URL 还是准备一堆URG值呢 我们第一步应该干什么呀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应该准备一个start URL啊 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准备一堆URG呢 我们之前在写百度t8 前面写百度t8划中的时候 我们勾造1000个URG值 那方式确实可以的 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学在的东西 但是其实我们会明白 那中间是有问题的 因为每个t8呢 它一码数是不一样的 对吧 有的t8它可能只有实验 比如说 我们当时看到那个t8叫什么 它什么t8来着 只有两页对吧 今天吹头发这个t8对吧 那么其他的t8呢 可能它比如你一把 它可能远远不止1000页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当前这个每局的分内呢 它可能有100页 那么其他那个分内 它也是100页吗 这个不能确定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不应该去 首先来构造一堆URG值出来 而且我们没办法 非常好的构造出来 我们可以就拿一个start URL 有一个start URL 然后呢 通过这个start URL 先请求对吧 第二步发送请求 请求完了之后呢 我们从中提取数据 请求获取响应 然后第三步呢 提取数据 然后这个地方 第四步保存对吧 然后第五步来 我们应该是 构造下页的URG值对不对 是不是构造下页的URG值呀 我们在提取数据 其实我们可以提取一部分 我们想要的数据 或者说如果 比如说 我们可以把total提取出来 那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 不提取total 就根据它的长度来判断 我们刚刚说 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 构造下一URG值之后 大家其实可以发现 我们接下来 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呀 是不是有234步呀 是不是有234步呀 再做这一步 再做这一步对不对 可能中间 还有一个构造URG值 所以这个地方 是不是进入一个循环了呀 能理解吗 进入循环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写一个跑龙时呢 我们可以先写一个分类 因为我们非常清楚 当我们把一个分类的 跑龙写完之后呢 再添加三个分类 十个分类 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先写一个分类 那比如说 这个地方start的URG值 我们可以放到 Intel里面去 startURG值 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它 我们把它复制过去 然后中间的有些字段呢 我们是没有必要要的 比如说后面这一块 还有前面这一块 都是不需要的 然后有了startURG值之后呢 我们应该发动请求了 对不对 发动请求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用 组线定义的那个方法 那这里呢 我们自己简单写个passURL 不写太多了 我们已经破了一下request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response等于request 叫getURL 对不对 那headers我们也需要一个 那么headers我们也拿一个 那self.headers 等于一个字典型的header 我们把我们呢 useragent放过去 放在这里来 然后呢 我们把它组成一个字典 放在这里来 对不对 那headers等于self.headers 对吧 那么这里可以returnResponse 加content 加decode 对不对 那返回这个响应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 调用它这个方法 有个问题哈 首先呢 是这个地方呢 UR地址 这个地方UR地址呢 我们要知道 这个地方不会一直是0 对不对 不会一直是0 它会变 它现在是0 然后再是18 假设它又是18 这个数字来 现在是0再是18 所以首先呢 startUR地址 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给它改一下 比如说我们把它叫做 URTEMP 所以说startUR 我们先需要有一个UR地址 UR等于self.urltem.format 我们把一个东西进去 先最开始是0 对不对 之后变成18了 对吧 之后变成36了 对不对 它会一直变 那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这给它一个number 表示的是当前的这个验码数 然后把它number放进去 然后之后呢 我们把number 让它加18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然后在这里有的UR地址 然后呢 我们发送一下请求 获取一下响应 然后调用一下 调用一下这个方法 刚刚写的这个方法 然后在这里呢 就是self.urltem.format ist 那么我们把 这个不写 不写 response 已经是json字幕串了 那么就用jsonstr 这就是jsonstr 然后呢 我们import了一下json 那么首先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条21来接收一下 对于json.rose 把它转化成python类型 对不对 装成python字典 那装成python字典之后呢 我们得到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字典 对不对 这个字典里面我们要取的是subjectcollectionitems 里面所有内容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呢 可以用content list来接收一下 对于jsonr.it 取里面的这个键对的值 是不是就是一个列表呀 然后我们return它就好了 就是contentlist 所以在这里可以接收一下 就是contentlist 对于self.getcontentlist 对不对 然后呢 把jsonstr传进去就好了 jsonstr 传进去之后呢 再保存 保存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 第一个方法来进行保存 对吧 这刚刚写的是 这些数据 叫savecontent 意思的这个方法 我们content 意思的 这是保存 然后呢 我们可以位置 open 打开一个 比如说叫豆瓣.txt 然后呢 我们使用a的方式追加 因为到时候有很多数据进去 对吧 那是f 那么f.write 什么呢 contentlist 这时候是个列表 对不对 我们把列表里面写进去 可能不是特别合适 我们想把中单每一条数据写进去 所以在写之前呢 我们可以循环 便利一下它 forcontent incontentlist 这每个content呢 是不是刚刚这里的一个字典呀 这是一个字典 对不对 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这样子的一个字典 然后这里呢 我们可以使用json dumps 是不是 dumps我们把content放进去 是不是转成字符串了 才可以写进去 对不对 那dumps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下参数 比如说让中文显成中文 我们可以 issureask inforce 还可以添加indent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不indent了 我们就让它一行 是一条数据 一行是一个电视剧的信息 所以说呢 为了让一行 是一个电视剧的信息呢 我们还需要写个换行符 对不对 这是-n 这是不是换行符呀 写入 写入换行符 进行换行 是不是可以这个样子呀 换行之后呢 这个所有的数据 就是一行是一条 一行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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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样子 然后呢 我们再调用它这个方法 savecontentlist 然后呢 我们把contentlist 盘进去 是不是就当前 这一个页面的 内容就拿到了呀 然后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 构造下页URL地址 那下页URL地址 其实就是number 加等于18 对不对 加等于18之后 我们是不是得 先去 有URL 在URL之后呢 放到请求 对不对 放到请求之后呢 再去 getcontentlist 对不对 getcontentlist之后呢 再保存 是不是这样做呀 那这样做之后呢 再干什么呀 再加18 再做这一套 就是第三页了 对不对 再加18 第四页 再加18第五页 你会发现 后面代码和前面代码 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既然是一样的话 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写 我们可以写成一个循环 对不对 那循环该放到哪个地方呢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可以给它一个循环呀 那比如说在这里 我们写个welltru 我们先写welltru 我们非常清楚 其实写welltru 肯定是不可以的 因为它总有一天要停止 对吧 那这个地方呢 先写number等于0 然后呢 那么number 加等于18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每次number会加18 加18之后呢 这个地方就会 是18 对不对 先是18 然后呢 welltru就是第二页的 然后这套做完之后呢 number再加18 就是36 对不对 那36这个地方就变成36了 36这个时候呢 welltru就是第三页的 welltru的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那么刚刚我们也说了 welltru 不能永远是tru 对不对 对 有个条件来停止 什么条件停止的话呢 我们有个非常简单的方式 我们在这里 判断就完事了 对不对 那比如说 我们在保存之后 我们判断一下 if none content list 小于18 是不是 break 是不是可以这样来写呀 这是不是就 相当于welltru 会有个中的条件呀 明白吗 当 这个 数据的个数据 刚好能够被18整出 那意味着 最后一页 刚好是18条 最后一页是18条 没有关系 那么最后一页的下一页 可能是空的 空的是不是小于18呀 然后保存 它也不会保存任何东西进去 这个地方就会被break掉 这个程序就结束了 对不对 那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思路 这是一种方案 我们可以放到这里放来 那除了这种方案之外呢 我们刚刚也看到 这里面有total字段 我们可以通过total来判断 对不对 通过total判断 我们是不是得把total给提取出来呀 那提取出来之后呢 我们怎么提取呢 我们一个字弹来total 在我们提取的时候 在我们提取的时候 我们顺便把total一个提取出来 等于什么呢 等于dict.ret群里面的total对应的值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在这个地方对不对 那我们把total提取出来之后呢 在这里我们要接受一下它 在containlist的一起对不对 total在这接受一下是不是 那接受了之后呢 我们拿到这个total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了呀 当什么时候用它呢 我们可以在number这个地方用它 当number比total要小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做这个事情呀 但是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 这里有bug 程序从上往下走 最开始是没有total的 对不对 最开始我们就给它一个total嘛 给它个假total对不对 比如让total100 什么意思呢 在这让total100 就是假定 假设有第一页 这个意思大家明白吗 假设有第一页 我让total100的意思是 假设有第一页 对不对 为什么是假设有第一页呢 因为0肯定小于100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well处 首先当程序第一次 组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这个条件永远成立 对吧 说明它是不是就有第一页 当它到这样子的时候 total是不是变成了 真正的total了呀 之前那个100就没有用了 对不对 当走到这个地方 我们把数据里面的total 提出来之后呢 total就变成了 真正的total了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数据变成了 真正的total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先保存一下数据 然后number加18 那么加18之后呢 再来和真正的total 在这里再进行一次比较 是不是 进了一次比较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 它是比total要小的 然后接着请求第二页 是不是可以这个样子呀 能明白吗 这个地方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假设我们最后呢 刚好还有 但是这是 11 1015页 1015条数据 对不对 那假设我们 刚好取完数据之后呢 最后还有15条数据 最后还有15条数据 这个时候我们number加18 是不是就比1015要大了呀 所以这个地方不能小于偷走 对不对 应该小于 加18 对不对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那可能就在想 为什么你不等于呢 对吧 为什么不写等于呀 或者说 当我们数据刚好被整除的时候 这个地方还成立吗 我们先看一下 为什么不写等于 想象一下 假设刚好我们这个页码数了 刚好是能够被18整除的 那最后呢 我们total加18 是不是要刚好是等于total加18了呀 我们假设number已经取到最后一个了 刚好最后一页 已经把所有数据全部拿到了 刚好 也不多 也不少 那这个时候我们number再加18 是不是刚好就等于total加18了呀 那程序接着会往下再走一遍 这其实我们不是我们想要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能让这个条件成立 所以我们就不能写等于 对不对 就是刚刚我为什么说 那个同学写的这个地方 不能写等于的原因 对吧 能够理解吗 假设我们的数据刚好被18整除 那最后一页的时候 是不是 事后就是你那样 最后一页取完之后呢 剩下就没有出去了 所以当我们number再加18的时候呢 是要等于total加18的 对不对 但是现在我们 让number小于total加18的时候 才会做后面的事情 意思就是 当被整除的时候呢 这个条件不成立 对吧 不成立 我让你们那种就不会执行 他就不会额外的重新请求一次页面 这地方可以理解吗 大家 可以理解对吧 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如果大家觉得这里思考不好思考呢 简单的方式 通过这里来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地方来的 可能更好一些 如果大家有把流程写完的话 都会发现 其实它本来没有这么多数据 它虽然后称 它有1015条数据 其实呢 它一共就500多条 最多就500多条 对不对 在后面就没了 那是我们程序有bug吗 不是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算我们在流感器里面去请求 我们请求到500条的时候呢 后面就没了 就刷不动了 在流感器里面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我们跑路里面也会是这个样子 理解吧 所以说呢 可能下面这种方式更好一些 也非常好理解 但是这种方式呢 希望大家也能够理解 因为后续有很多时候呢 我们可能都会这样来判断 就是由于我们的数据里面有某个字段 我们根据这样一个字段呢 来判断它是否有下一页 那在这个地方呢 相当于我们当前这个程序就写完了 对吧 我们当前只获得到一个分类的数据 对不对 是不是只获得到一个分类啊 因为我们在这里就放了一个分类的 对不对 这是每句这个分类 对吧 我们把每句这个分类放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来尝试一下 跑一下程序看一下结果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写一下if刚刚命 刚刚命 然后呢 实力化一下这个豆瓣Spider 等于豆瓣Spider 然后呢 豆瓣Spider的run 是不是就考了呀 当前这个程序呢 没有任何的输出 所以最好呢 我们还是在那里先打印一下URL地址 print URL 然后呢 我们在在写入成功之后呢 再来print一下 保存成功 这个错误是什么错误呀 没有写include utf.8 对不对 这个错误遇到了很多次了 我们来看一下 豆瓣Spider的txt 内容在这里 每一行是一条新闻的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 每一行是一条新闻的数据 就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都在这儿啊 就这个样子的 所以大妈本人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sno是什么样子的 刚刚呢 我们写了一个分类 然后呢 sno呢 和这里一模一样 首先我们得有一个URL地址 然后呢 方向请求 或计想一期数据保存 保存完了之后呢 我们应该构造下一个URL地址 为什么是在这里 构造下URL地址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为什么不是一开始 就构造一堆出来 因为当前每个分类 它的URL地址是不确定的 我们没有一个 非常好的方式 或者说跟之前那个同学一样 之前这个同学写的是什么呢 我先判断一下 偷偷有多少 然后跟它偷偷去构造 对吧 那只不过这样很麻烦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就先给它一个style的URL 然后之后呢 当前第一页数据 爬完之后呢 再去爬第二页的 第二页爬完之后呢 再去爬第三页的 那每次爬下一页之前呢 先把下一页的URL地址 把它手动的 通过程序论 就生成出来 那生成出来之后呢 再去做个事情 其实在我们代码里面 就是一个无要处的一个过程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 当前这个URL地址里面 就一个位置在变 我们只需要run number 不停的加18就完事了 加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我们两种思路 第一种呢 是通过这种方法来 那第二种呢 我们可以来判断 它的contain list的长度 是否是小于18的 如果就小于 就说明没有下一页了 就给它break掉 程序结束 对吧 那下面大家想象一下 这样一个问题 当前我只获取到一个分类 如果我还想来获取 其他三个分类 该怎么改这个代码呢 我们还想获取三个分类的 记者 我们该怎么改这个代码呢 该怎么改呀 我们是不是在这准备一个列表就好了呀 我们不写URL time的 URL time list的 对不对 这是个列表 然后列表里面都放写到数据 这是另外一个分类的URL地址 然后呢 我们再放一个分类的URL地址 放到这儿 是不是就好了呀 然后我们就找一下URL地址 URL地址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把它改一改 复制过去 粘贴在这里 中间有些字段我们是不需要的 我们把它删掉 然后后面这个也不是不需要的 我们要把它删掉 那么再找一个 国战区 这是URL地址 把它复制过去 把它暂停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然后和前面一样 我们要把这个start改了 对不对 改成一个大块 然后到时候又要用否则的方法 对吧 然后在这个地方URL地址有了 URL地址 我们实际开始是不是应该变定它呀 比如说forURL Time in self的URL time list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呢 相当于后面我们不能再用URL time了 而应该不能再用self的URL time了 而应该用 这个地方的URL time 对不对 就改一下这个地方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其他内容都没有变 先进行第一次佛性循环 进行第一个URL地址 也就是第一个分代数据的提取 最开始Number等于0 TURL等于100 进入第一个页面 构造 第一个分代的第一个URL地址 然后呢 发动请求提取数据 保存 够到下一个URL地址 在这个地方构造 然后在这个地方 TURL会更新 对吧 变成真正的TURL 然后当这个URL处 当这个URL循环呢 跑完之后呢 会进行下一次循环 对不对 下一次循环也是一样 先0 Number等于0 然后TURL等于100 然后这三个分代循环 都执行完了之后呢 整个程序结束 是不是 这地方能够理解吗 那么再想象一下 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在这里写 SaveContent List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分代循环 放到了WizOpen下面 对吧 为什么我们不把它放到它上面呢 放到上面是不是可以的呀 是不是可以的 我们这样写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呀 是不是 这样写是不是可以的 ForContent ContentList 先打开一次 然后保存 然后再关闭 然后再重新完 再打开保存关闭 对不对 这种词诺是不是可以的 能够理解吧 这种方式确实是可以的 只不过什么呀 它会每次都打开关闭 打开关闭一个文件 对不对 一条ContentList里面 有18次 18的数据 那么我们就需要 打开关闭文件 打开18次 对不对 是不是中间可能 会耗时呀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其实打开一次文件 打开一次文件之后呢 我们就在我们的代码里面 打开这个文件里面 进行这个风险循环 那么相当于打开一次文件 然后不停的写写写 写完之后呢 当前这个文件关闭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这样我们就可以 让我们的这样一个 在文件打开关闭 这个地方的时间 变得更短了 因为它只会有一次 对不对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我们之前 如果操作过MySogo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 MySogo它也是和 打开文件一样 有打开一个过程 还有关闭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也是没有必要 频繁的反复的 打开关闭 打开关闭的 我们只用打开一次 那么之后后续的时候呢 都去用这个链接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那在用某文件来说 某文件可能有些特殊 为什么呢 可能有同学想 你为了省时间 那我把数据全部拿到一个 拿过来 然后放到一个大力表里面去 然后写一次 不就完事了吗 对不对 那我还只用打开一次呢 是不是 你这里每次翻一页 是不是都要打开一次文件呀 那为什么不把所有文件 都放到一个大力表里面去 然后最终再一次写入 不是只用打开一次吗 为什么不这样做呀 因为我们这样做之后 中间一旦程序 某个地方爆了个bug 是不是任何东西 都写不进去了呀 是不是都会功亏于亏呀 所以说为了让我们 尽早看那些数据 也为了尽可能少的 去打开文件 我们就选择这种折中的方式 我们把它放到一个列表里面去 对每一页来说 只打开一次 那么整个 如果有100页 那确实它要打开100页 对吧 它不会由于中间某页 没有请求失败 报错了 而导致任何数据都没有写进去 这种情况发生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呀 那么 把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呢 下面有个新的需求 这个需求是什么呢 刚刚在这个地方 我们写了三个分类的数据 对不对 那么新的需求就是 我们要把这 写到豆瓣2.tl7里面的数据呢 添加一个字段 添加什么字段呢 添加它的分类信息 就是国家信息 在这里面我们是不是没有哪个字段 表示是国家信息呀 那么现在呢 我们需要在代码中实现 给每个字段添加个国家信息 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呢 可以怎么办呀 给每个URL地址 对应的国家信息 给大家添加到 content list里面去 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呢 大家思考一下 每一个URL地址 每个分类的URL地址 应该怎么放呀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方式 比如说真的不杂式 可以把它批评出来呀 刚刚同学做的思路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真的不杂式 把这块内容批评出来之后 我们对应的 就可以把国家信息放进去了嘛 我们如果当天请的是这个URL地址 那说明是这个分类的 如果请的是这个URL地址 说明请的是英国的 如果是这个URL地址 那请的时候肯定是 国产的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呀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确实可以这样做 那么当然了 我们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式 什么方式呢 在这个列表这个地方呢 我们不再放这种字符串了 我们可以放什么呢 我们可以放字典对不对 那字典里面 比如说有个URLtemp这样一个键 它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块内容 我们把它放这来 然后对呢 还有一个叫做Country 这样一个键 比如说首先这是US对吧 然后我们再造一个字典 这个字典里面也是一样的 有这样两个键 叫URLtemp这样一个键 那对那值呢 是这样一个值 我们把它放过来 那么也是一样的 里面有一个Country 这样一个键 然后对那是UK对不对 那么再造一个字典 然后这是URLtemp 我们把这个拿过来 放到这里来 那么对那还有一个Country 这是CN对吧 CN表示中国 知道吗 CNDOTA BasedDOTA对吧 大家这个就不知道了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我们在编定它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 URLtemp 其实是一个字典了 对不对 我们这里是不是一个字典呀 所以这个是个字典 我们不应该对字典进行format 我们要取冲到什么呀 URLtemp进行format 这种操作 对不对 因为URLtemp这个时候是个字典嘛 取到URLtemp 是不是取到就是临时的一个URL地址呀 然后在这个地方在保存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国家信息给它放进去 国家信息怎么放呢 国家信息是在URLtemp里面的 Country字端里面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CUNTRCountry放到这里来 是不是就可以把国家信息放进去了呀 那么在写入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可以用一个Country来接受一下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forContent一个List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给这个Content 添一个字段叫Country 那等于Country就完事了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呀 给它写入之前每个Content 添加一个字段叫Country 是不是可以呀 添加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写入的时候呢 多一个Country字段 这地方能理解吗 相当于提前我们准备好的 不是再是一个一个的URL地址 而是一个的字典 这字典里面有很多信息 比如说这个信息 对吧 或者这个信息 或者这个信息 都是可以有的 然后到时候呢 我们把它写入之前 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 那或者说呢 大家也可以想象 在ContentList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可以放入它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下便利 对不对 便利去从每一个 然后对它添加一个键 也是可以的 那当然没有必要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在写入的时候 我们有一次便利 那么在写入的时候呢 在便利的时候呢 放进去就完事了 对不对 这样就可以少一次便利 对吧 这个地方对这个代码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问题吗 这个Sno清楚吗 Sno Sno是不是清楚的 先干什么 再干什么 再干什么 我们获取一次的话 那么再单独定一个方法 不是特别的不方便吗 是不是 我们单独定一个方法 专门获取一下Total 那不是我们要写很多代码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放到这 我们取一次 就可以了 对吧 当然了 这个地方确实是每次都在取 对吧 确实每次都在取 放到循环外面取一下 那意味着我们得重新定一个方法呀 取Total这个值 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可以 你的意思是重新定一个方法 做这个事情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 确实可以这样做 都是可以的 可之前这个同学一样吧 之前这个同学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对不对 他这个地方呢 就相当于发送一个请求 或者这个Total对应的值吗 是不是 重新定一个方法 那我们这里其实也是可以的 那只不过我觉得 重新定一个方法 专门获取一下Total比较费劲 而获取Total呢 其实也是提取数据的一部分 我就把它直接放到这里来了 然后呢 就是添加 在这只用拖添加一行就可以了 对吧 拖添加一行就完事了 这个Snow大家是清楚的吗 如果Snow是清楚的话呢 大家其实可以 在上次写的时候呢 自己来 背着这个代码来写一遍 大家下个圈 那我们下个圈子里面就会发生了一遍 我们下个圈子里面就会发生了一遍